歡迎繼續收看大議題 繼續跟兩位談談 剛才楊繼昌提及前線警員和示威者溝通很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高達斌 最近都參與很多這樣的活動 其實有沒有看到警察方面是否要改善他的態度 我覺得前線的警務人員的態度也很克制 你想想,那些人是粗口當口號地罵警察 警察都沒有還口 我看到警長是督察級穿白襯衫 很客氣,很冷靜 我覺得香港的警務人員已經很克制 很專業 我想看回那件事件來說 對警務人員非常不禮貌 衍生另一個問題,就是獄警罪 又重提這件事 但獄警罪又不知如何定義他 其實楊繼昌你贊不贊成,即使是不贊成有甚麼理據 相對上有獄警罪,是否要加一條獄民罪一起立 我不知道高先生,最近有沒有報案 或是去過警局報案室 有,我們報案在Facebook那裏被刪掉 在報案室,如果坐下兩三個小時,會聽到多少句 多少倍於林老師所謂的粗言諭語 我聽不到 真的聽不到 很客氣 如果你有警察,其實有些展報都說起 其實投訴警方用粗言諭語 去處理市民的投訴,都非常之多 所以,我想警務人員,自己來說 相對於林老師,是在公余時間 警員在執行職務時,在報案室 跟市民有些衝撞地說粗言 理論上,責任更大 是否應該罪加一等 我相信,你怎樣對別人,又怎樣對你 這是態度問題 我相信,譬如我… 高先生沒有說過粗言 我可以告訴你,我絕對不說粗言 我覺得說粗言是一個很羞恥的事情 警方又用粗言罵人 事物者又用粗言罵警方 兩體 你說有些古惑仔,他句句都粗言 有時為了一個官威 警察也要有一個陣勢,一個權威 難道你還在這裡軟弱弱地說 他有武器在手 不可以用武器 有時你的聲勢,你都令到他要冷靜坐下來 警方要霸氣 這不是叫霸氣 所有事情都用負面的角度去看 好像你剛才說的,又要霸氣又要屈 這些已經是負面去看警務人 你贈不贈成欲警罪呢 我覺得不需要 為何你怎樣去界定,叫做侮辱 侮辱這件事有時有一個主觀的感覺 但很明顯有些事情 譬如說,阻差辦公 警告了你幾次 你還在那裡阻礙我去做事 這已經是很客觀的事實在 你說粗言,有些老友句句都粗言 但可能是一個助語詞,我們都明白 所以我那次都說粗言是一種次文化 但作為警隊,感覺上也覺得 教師身份也不應該說粗言 這個絕對 那麼警務人員更加不應該說粗言 說不說粗言 這件事在不同的職業裏面 是有不同的情況的 但作為老師的身份 你一天是老師 不可以說我今天放下了沒有上學 就不是老師,不可以這樣想 就等於牧師一樣 警員都是很多小朋友的模仿對象 但大家要求老師的道德標準是否高一點 對於我們要求特首的標準也高 你是公眾場合 還知道有人在拍他 他還要繼續這樣做 他目的是什麼呢 侮辱警察 想引起警察的情緒 而達到什麼呢 令到警察失控之後 他就可以去反咬警察 你懂得老師嗎 因為整件事已經有佈局 如果你說老師不能說 公職人員、警察都不能說 我覺得可以的 例如我尊敬高先生的原因 至少你的立場 雖然我不同意 但你的立場有一貫性 由始至終是一樣的 但我看到警方 我們經常說他選擇性執法 甚至現在說這個問題 我就看不到警察前後 前言不對後語的問題存在 例如昨天 或者8月8日說 警方說那個不是政治集會 但看回原來在之前的日子 警務人員想組織過 上街反對財政預算案 要求表達財政預算案不滿 對家身不滿 但警員根據報導 警方要發出通告 警方說要求警員 需要遵守政治中立的條文 以及不可以作出任何令人 懷疑其政治中立的舉措 這是2011年3月6日的事 但兩年之後 到今天 警務處長 現在加上林鄭月娥 再加上梁振英 就說那個不是政治集會 說事實的話 高先生那天都在現場 你覺得那是否政治集會 絕對不是 那天在場站在台上的人 批評政治的人物 包括黃毓民 毛孟靜開射入名 然後喊口號 叫騙人政黨收回自己的皮膚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粗皮 那位劉Sir 退休的警官 劉Sir還在批評 這個拿雪山獅子旗 那個拿中華民國旗 這些包含著政治術語 政治人物的言論 這都不是政治言論 政治集會 另外有一個項目 就是有份舉辦這個活動的 團體之一香港行動 亦都說在網上專業 聲稱自己的政治組織 這個亦都受到質疑 所以其實都令到公眾很疑惑 究竟為什麼警方會覺得 這個不是政治活動 首先這個活動 你首先要了解它的性質本身 就是討論什麼呢 不是討論政改 不是討論我們怎樣去選特首 我們不是呼籲人去投我票 是什麼 是要求警方去嚴正執法 以及不想粗皮的文化入校園 這些是一般的社會事務 如果你將這些社會事務 都當為政治事件 那你什麼都可以政治事件 現在在說一件很平常的事 是呼籲市民去正視警方要嚴正執法 但是當中那位劉Sir 還有五張粗皮文化 發表了一些和批評政治人物的行為 或者批評一些政治團委行為的言論 而根據警務處警方那天的聲明 警察通例包含警務人員不要在非執行職務期間 而公開發表政治言論 首先你要明白 警方要求最核心的理由 就是不想警務人員 尤其是現役的警務人員 他們給市民一個錯覺 就是偏幫某一些政治團體 要保持政治中立 所以不希望現役的警務人員 去參與任何支持或反對政府的活動 但退休的 這是無權干涉 因為他也有人權 他可以用一個普通 退了役 不是一個警務人員 他沒有權去執法 憑使警權 那位劉先生 是退休前休假 他還是公務員 他已經交出了委任證 張曉明主任說違法就是違法 法例寫他就是公務員 退休前休假 他還是公務員的身份 他就違反了指引 起碼他不是警察 他已經交出了委任證 他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普通的市民的身份 去講出他的看法 這有什麼不可以 人權沒有言論自由嗎 問題的重點始終都是放眼 在政治活動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始終似乎 很多聲音都覺得 這個根本就是政治活動 而警方或政府 似乎是為他護航 不是為他護航 而是可以這樣說 因為太多人 將什麼事件都政治化 犯政治化 幾乎你吃一頓飯 我都可以說你是有目的 警務處長去某些商會 某些可能是親中的商會 或者某些是反中的場合 說話 分分鐘都可以說他是政治化的 那他就去 問題是你本身個人 如果他覺得這件事是政治化的 就什麼都是政治化 會主辦單位 不是因為那些參加者的問題 是主辦單位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只不過是想 大家要認清楚 不要將粗皮文化帶入校園 不要警方做事 希望他執政做 這是很平常的事 如果回報案室的處境 我不知道高先生去報案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有些人去報案 說外星人打他 很明顯 精神的健康狀況 是有需要協調的 但是當警員跟他說 叫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當不相信不接受 我不知道 究竟我們現在小市民 對著政府 其實情況都差不多 當我們根據事實 去講道理的時候 接著政府不相信自己有問題 接著又說同一堆說話 你跟他們溝通不了 現在我們在說 根本就是雙重標準的問題 就是他寫得明 這是政治活動 很明白 這句議題 還有很多爭拗的空間 不過今天大議題的時間又差不多 多謝兩位 本港被譽為是遊行和示威之都 大家都想這些示威活動 是可以和平進行的 希望參與活動的市民 也可以冷靜些 另外警方也好好的 跟示威團體溝通 可以減少警民衝突 星期的大議題到這裡為止 下星期再見